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直此中华民族危急之时 距离北平两千公里外的厦门 35岁的萨本栋刚刚在七七事变的前一天 接任了厦门大学校长职务 在此民族存亡之际 萨本栋带领着厦门大学将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此时的厦门 战争如箭在弦 局势一触即发 日军对厦门发起全面进攻 日机轰炸厦门大学 投弹50多枚 校舍遭到严重毁坏 8月24日 旅居厦门的日桥开始撤出 在此情况下 学校立即着手搬迁 而作为万国租界的古浪雨 离厦门岛仅隔600米 自然成为避难首选 古浪雨 位于厦门西南角 面积1.88平方公里 岛上树木苍翠 繁花似锦 宛如一颗璀璨的海上明珠 镶嵌在厦门湾的碧波荡漾之中 元素繁多 风情各异的建筑 使得古浪雨成了一所万国建筑博物馆 沙本栋校长就带领着几名员工 还这边成立了厦门大学办事处 作为下大新学期开学的注册所在地 与此同时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南开大学 也在日军濒临城下的危险时刻开始南迁 最终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 随着南京的陷落 中央大学 复旦大学等学校也开始向西南转移 形成当时中国高校西迁的大潮 随着厦门被日军占领 在古浪雨偏安易雨显然已不可行 厦门大学该何去何从 是跟随其他大学内谦西南在流浪中办学 还是另辟蹊径自己寻找出路 此时 沙本栋做出了一个大胆果断的决定 内谦常听 沙教掌想到的是第一个 夏儿大的尖校一定要坚守在福建 原因就是说不能让东南的青年没有学校读 第二呢 他就要选择一个交通好的地方 这个交通好的地方关键就是 要能够让福建 浙江 江西 广东的青年 能够顺便地上学比较方便 第三个 虽然是要到边缘的三期 但这个边缘的三期还是要比较好的办学条件 为了不辜负陈家庚先生回家兴学之志 萨本栋认为 厦门大学需要坚守东南 不能让东南半壁江山没了高等教育 我们必须要有一所中国的大学 屹立在敌人的面前 萨本栋斩钉截铁说 长厅位于福建西部山区 距离厦门四百公里 南陵广东 西街江西 素有八名客家首府之称 从厦门到长厅 要渡过陆江 九龙江 翻越崇山峻岭 1937年12月20日 下大停客 12月24日 三百多名师生向山城长厅紧急出发 由于战争爆发 可用的车辆极少 校内资产 教学物资等都由汽车运输 而师生们大多只能徒步走到长厅 每天走完以后 因为路非常崎岖 所以每个人脚都打水泡 要用热水洗脚 然后把水泡调破 第二天才能继续前行 长途跋涉八百里 铺送九大车校内资产翻山越岭 直到次年1月12日 厦门大学最后一批师生 才安全抵达长厅 在抗战内迁的高校中 很多学校都丢失了大部分教学设备 像厦门大学这样 几乎毫无损失 完整搬迁的并不多 当师生们历经艰辛 抵达长厅的时候 山城刚刚经历了 国民党军队 与中央苏区围剿与反围剿的战火 满目苍凉 一片萧条 师生们甚至无处落脚 条件十分艰苦 教室和宿舍 成了摆在萨本洞面前 第一个要解决的难题 下大的教室 是用木板房 那个布板不是木板 有的就是树皮那样子来挡一挡 如今已经是九十岁高龄的陈孔丽 当年才刚刚上小学 跟随在厦门大学任教的父母一同迁往长厅 并在那里整整生活了八年 有一次下雨我就躲到下大的教室里面去 闪电都会穿过设计来 我当时条件非常差 尽管条件如此简陋 厦门大学仍然在抵达长厅后的第五天正式复课 师生们一边上课 一边开始学校的建设 这张厦门大学长厅时期校园图 标识的面积几乎占了半个长厅县城 这是萨本洞向长厅县政府申请的近六十亩荒地 经过师生们搭建修器 陆续建成了敬压质朴的宿舍 教室 实验室 图书馆 办公房 球场 以及躲避敌机轰炸的防空洞 101岁的潘茂元先生 如今仍然担任着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 八十年前 他就是厦门大学长厅时期的学生 那段战争时期 山城艰苦求学的时光仍然历历在目 所以新盖的教室 都是在靠近黄空洞窟 黄空的时候拉警报 我们就得赶紧走进黄空洞 到里面以后空气非常闷 没有通气孔 所以山本洞就发明了一个什么办法呢 坐在那个黄空洞里面 然后每个人过一秒钟 过一两秒钟就要移一个位置 然后就形成一个好像圆圈那样 每人都挪洞 让洞内的同学也能有到洞口期 新鲜空气的机会 校舍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 但一个更加实际的问题 摆在了萨本洞面前 我们政府是定为给下达 21万多的年度的经费 那么一年之后 实际拨付了只有14万 在这种经费捉襟见肘的情况下 萨本洞做出了一项规定 要预知教师的工资 那么预知的比例是 校长是领35%的工资 不仅只领取薪水的三成五 萨本洞还阴漏就简 将自己的住处 安排在了山城半山腰 一处挤进荒废的破庙里 仅有卧室和饭厅两间房屋 把那个火庙修修补补 他一家人住在那里 更为严峻的情况是 一到晚上山城变得漆黑一片 师生们正常的教学生活困难重重 如何才能解决照明问题 萨本洞冥思苦想 忽然他想到了自己的汽车 萨本洞立刻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拆车 作为一名积电工程专家 拆车不是一件难事 萨本洞将汽车发动机改装成发电机 自己在进行设计安装 很快 长厅的教室亮起了电灯 学生们的心中也点亮了希望 就在学生们为有了电灯 欢心雀跃之时 萨本洞的麻烦却来了 他要从长厅到永安 只能够坐公交车 搬车 坐搬车出行 一来一回往往需要近三天时间 萨本洞辛苦了自己 却让学生们学习有了光亮 但是这种温暖的学习时光 并没有持续多久 战争局势急转之下 抗战形势更加艰难 1938年 日军狂妄叫嚣着 三个月内占领整个中国 即华北 华东沦陷后 日寇直逼武汉 与此同时 萨本洞向厦门大学师生们 发出未到最后一刻的时候 应加紧研究学术 与培养技能的号令 这一号令 表明了夏大人 即使在残酷的战争中 也要坚守学习与研究的信念 更表明了夏大人 自强不息的精神 同年4月6日 厦门大学迎来了 建校17周年校庆日 这也是厦门大学 内前常厅后的 第一个校庆纪念日 虽然炮火不断 但是为了将全体中国人 传递出一种必胜的信念 萨本洞坚持在敌机轰炸声中 隆重举办了这次校庆活动 这座当时 约翰铁路建议中 唯一的政府大学 也是最逼近战区的高等学府 在抗战烽火中 书写着半学史上的传奇篇章 在那样一个年代 面对严酷的战争局势 和无比艰苦的办学条件 维持一所完整的大学 已经非常艰难 但萨本洞想的 却是为胜利后的 国家建设事业准备人才 1938年7月 创办土木工程系 1940年秋创办机电系 副办夏大法科 成立法学院 并在商学院 副办会计学系银行专业 1944年4月筹办航空系 是最早创办航空教育的 高校之一 正是萨本洞校长 当年富有眼光的专业开拓 才使得厦门大学的会计 金融 法学学科 一直在全中国高校中 领风气之先 作为当时已经 飞升学术界的 机电工程专家 萨本洞深知 机电与航空人才 对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 即使条件极为艰苦 他仍然披荆斩棘 清尽心力 创建了航空系和机电工程系 这也成为了厦门大学航空航天学院的前身 如今 除了日常教学外 学院还承担着国家及福建省重点科研项目 1940年8月 国民政府教育部举行全国性学业竞赛 厦门大学名列第一 1941年 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业竞赛 厦门大学又有六人得奖 在全国最好的五个学校中 再居首位 蝉联全国第一 这对于一个在碧色山区 安身立命的大学来说 实属不易 厦门大学是如何做到的呢 萨本洞来厦门大学之前 是清华知名的物理教授 赴厦门大学任职后 他努力延续清华 办大学一定要有大师的优良传统 他最常的写信给清华校长 每一期就要求他给他聘什么人 萨本洞不仅请自己的老师 帮助聘请名师 他还通过自己的努力 聘请到众多优秀学者 长庭时期厦门大学的五十一名教授中 有四十七位就出自清华 普通物理学和普通物理学实验 这两本珍藏于厦门大学档案馆中 已经放黄的教材 是萨本洞早年在清华大学时编写的 长庭时期 虽然有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名师 但是注重基础教育的萨本洞 仍然带着自己编写的这两本教材 站在三十讲台上 亲自为学生们授课 那么这两本教材 是中国第一部 在物理学领域的 以中文来出版的大学教材 在大学通行了二十年之久 这张照片拍摄于萨本洞 执教厦门大学之前 照片上的他正当壮年 英姿勃发 体魄强健 是清华网球队的一名主力选手 但是仅仅在长厅七年 他就完全换了一副模样 此时的萨本洞只有四十二岁 面容却比刚接管夏大师 销瘦了许多 积劳成疾的他 饱受胃病和风湿的折磨 严重时甚至无法弯腰捡起 要落在地上的管杖 为了能够站在讲台上 他用钢菇支撑身体 用伤残却挺拔的腰身 支撑着夏大艰难的长厅岁月 在萨本洞的苦心经营下 在敌基轰炸下的厦门大学 坚韧的成长壮大 东南树省的许多学子 也都以能到长厅厦门大学 就读为荣 美国地质地理专家 葛德什在参观夏大后 由衷地赞誉 夏大是加尔哥达以东 最完善的学校 当抗日风火燃遍长城内外 大江南北之时 身在南洋的陈家庚 被推选为南洋华侨 仇振祖国难民总会的主席 他带领南洋各地 八十多个仇振会 一千多个分会 为中国抗战仇挣捐款 派遣侨胞回国参战 陈家庚时刻关心祖国抗日战况 和回国参战的南桥激攻的命运 1940年 他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未劳考察团 回国慰问 也就在此时 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一个举动 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当时的国民 福建国民政府主席叫陈寗 要求将厦门大学改为福建大学 3月26日 陈家庚抵达重庆 此时的他 对厦门大学更改校名 还一无所知 直到三天后 见到了陈立夫 教育部长陈立夫就跟他说 厦门大学准备改为福建大学 陈家庚听了之后 没有发表意见 第二天 拜会孔祥熙 孔祥熙也向他提起此事 陈家庚依然没有回答 但一个想法 此时已经在他的心中酝酿 3月30日 一场由张伯玲举办的欢迎茶会 陈家庚做了一番 让在场人士无法辩驳的讲话 他把厦门大学改名 与甲午海战和清政府割让台湾给日本 进行了类比 为什么是这样说呢 因为整个厦门大学是南梁华侨的心血 但是你如果现在就要把厦门大学 改为福建大学 那么这些闽南的华侨就伤心了 伤心以后 他就不在仇振 不在监款 不在支援你抗战的前线 这短短看似平和的几句话 实际上是非常严厉的指责和警告 因为陈家庚带着南桥回国慰问团 抵达陪都重庆 带来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慰问 还有抗战急需的大量物资和资金 陈家庚讲话的第二天 陈立夫就明确表态 不再提厦门大学改名一事 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其实 这并非是一个学校改不改名的问题 而是对于一种文化血脉的坚持 一种不愿放弃初衷和向往的努力 随后的重庆之行 蒋介石准备用八万元经费进行接待 包括举行一系列大小宴会 陈家庚对这样的奢侈应酬极为反感 他特地在重庆报刊登一则启示 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 犹当极力节省无畏应酬 在抗战如此艰难之际 前方吃紧 后方紧吃的丑态随处可见 让陈家庚对国民党政府深感失望 怀着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深切忧虑 陈家庚几经辗转抵达延安 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杨家岭的窑洞前 毛泽东亲自招待了陈家庚 毛泽东说 这只鸡是邻居送的母鸡 还在生蛋 听说我有远方的贵客来 这个菜是我自己种的 这顿饭陈家庚吃得很香 坐在未经打磨的石桌旁 毛主席向陈家庚描绘未来的中国 这让陈家庚感到从未有过的震撼 从此他便有了一个坚定的信念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这次的回国之行 不仅让陈家庚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也让他有机会看望 他为之牵挂的厦门大学 1940年11月9日 全国慰问结束后 陈家庚专程来到常厅 看望夏大师生 一进校园 他便急不可待地踏遍各个角落 与师生们热情交流 他高兴地说 夏大有进步 与其他大学相比毫不逊色 经历八年血与火的考验 日本侵略者的铁蜜 并没有踏破陈家庚的办学梦想 反而让厦门大学 迈入一个更加自强 更加完善的发展阶段 长厅八年 是艰苦卓绝的八年 也是浴火重生的八年 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 厦门大学全校发展为四所学院 十三个系 教授 副教授九十四人 在校生达一千零四十四人 是初签长厅时的五倍 更是厦门大学初创时的十倍 长厅时期的厦门大学 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 学界翘楚 政界名流 商界精英 还有一批校友 在港澳台地区及海外 成为各界的领军人物 优秀校友不胜枚举 充分表现了抗战时期 下大卓越的教育成果 他们就像天空璀璨的群星 光耀听周的历史 铸就了辉煌的 南方之强 说明说明说明看 我们下期待